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Oliver Live Show 我们今天真的是行情 不管好不好 每天我们都会在线来直播 介绍Y3最新最热的话题 还有项目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 达文希希项目的社区管理 希曼哥一起来聊一聊民音币 尤其我们在其实节目开始前 我就跟希曼哥聊到了 这一轮的牛市跟上一轮很不一样 上一轮是百花齐放 那这一轮好像主要是看到什么 主要就是看到民音 还有比特币的各种 你们会服务很成功一伙一波 然后再来就是AI叙事 对吧 然后其中的话呢 民音币感觉是五花八门的 非常蓬勃发展 也很热闹 同时也是很重要的带领新人 来到Y3的一个渠道 所以想要先邀请希曼哥 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同时聊聊您个人 从上一轮的牛市 或是更早之前 在我还没有入圈 我的小白还没入圈的时候 我知道希曼哥就已经在 币圈这边有建树了好一段时间 能不能请你开始聊聊说 这么一路的新务历程 然后这一轮牛市的行情 专注在民音币的热点 能不能介绍一下 达文西这个项目 谢谢 好的好的 我是差不多18年开始进圈的吧 然后进圈之后一开始 也只是自己作为一个玩家 然后自己去参与一些 二级市场的一些草币 然后后面开始 从二级市场到了一级市场 然后发现一级市场 其实会有更多的一些保证项目的机会 就是他的 波动性会更大 然后他有一个 未来的一个 善币的一个预期 他会有 对我们这些散户来说 会有更大的机会 然后就专注在一级市场 做炒币这一块 然后后面就开始从一级市场 石木 IBO 然后涉及到我们开始自己去建立社区 然后在社区建立之后 我们又开始去进入了专业的一些区块链的公司 包括我进入了很多家 Defi的公司 然后元宇宙的公司 然后还在二一年的时候 我还去了火币的NFT市场做运营副总监 然后后面等于是经历过专业的这些 Web3的一些职场化 所以就是现在对币圈的话 随着自己的在币圈的阅历 然后增长到一直到今年的时候 今年出现一些特别奇怪的行情 像晚年的时候 一般都是比特币涨到一定的高度之后 用户开始变现 变现完的时候 大家没有乐点的赛道之后 再把钱去到MimiB里面 但是今年的行情是一个倒过来的情况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反而就是MimiB的行情是最好的 仿佛大家有钱 但没有项目去购买一样的 其实这个你站在自己作为一个用户的角度 你自己考虑一下 就相当于比如说 你现在可能只有五六万块钱 但是这一轮流是 可能你继续去买比特币 这种左右比 它的涨幅空间已经不高了 它已经七万左右的价格 你可能再买进去 可能最多也就再涨到八九万 你可能就觉得 那你可能四年才一遇的 这样子的一个难得的一个机会 一个牛市 你肯定是不甘心 自己只涨了一个 一年的时间 遇到一个牛市 只涨个百分之三十成就结束了 那么所以这时候 很多人拿着钱 他在持币观望 他希望找到一些更好的一些赛道 一些机会 能够让大家可以抱团 去冲击这样子的一个 新的一个牛市的起点 去把一个新的一个赛道的 一个币给他捆起来 让他有可能成为一个 像上一轮的 奥迪啊 像再上一轮的 NFT当中的 BAYC啊 加密胖克啊 这样子的一个就 标杆性的一个机会的 但是今年一直没有出现 这样子的一些热门的项目 没有一些颠覆式 创新的东西出来 很多其实都是冷饭的热潮 不管是DeFi也好啊 DePIN也好啊 等等那些东西 然后甚至RWA等等的东西 其实RWA跟以前的 包括像NFT 像IEO等等都很像 然后DeFi 金Fi 其实很多年以前 他大家都已经炒过一轮了 大家对于这个的模式的发展的现状 其实大家大部分都能明白 所以很多的一些项目 他即使包装的特别的好 但是优户因为受过这个赛道的伤害 所以大家进入这些赛道 会相对来说特别的谨慎 所以今年反而没有炒作的热点的 情况下 大家宁愿去抱团说 我们去买咪咪币 因为咪咪币起码他因为低市值 但是在我们小资金的面前 他其实涨幅 比我们去玩主流币 他涨幅要更高 空间会更大 然后但是他现在咪咪币 和整个的明文和浮石 他都遇到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流动性问题 就是很多的项目 比如说哪怕以咪咪币 其实咪咪币的流动性 已经比明文的要好得多了 大家可以拿到初始的筹码 但是明文和浮石 他可能你涨了一波之后 你初始的人大家命得出来 但是他不一定的 卖得出Fear 就是你不管价格涨多少 他其实有一点像板地产一样的 就是他是一个有价无事的状态 他不一定能够卖得掉 然后像咪咪币的话 虽然流动性已经比明文和浮石要好得多 就是他初始 他其实是项目方会建一个流动池 建一个LP的 但是他遇到的问题 就相当于开盘的时候用户会冲 冲完了之后他涨了5倍10倍20倍 但是你这样子的时候 底池其实剩下的币就非常少了 比如说哪怕这项目方很有格局 他50%初始代币打入底池 堵了一个LP 外面有50% 可能是IDO 可能是自己项目方团队预留 可能是等等的一些东西 反正就是外面漂浮的币是有50%的 然后开盘用户从二级市场 从LP里面购买了代币之后 这时候LP的池子就变得特别的小 可能只剩下10% 20%的这个流动性 那外面有有闲闪的这些 这些池币的人 他总共的外面的币有80% 90% 这时候很多的人 他就可以拿到前期的很低的筹码 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池子给他的掏空 所以现在就会变成 大家之间互相进入一个求助困境 就是谁先背叛对方 那谁就可以对获利 那这种情况下 就很难很难形成一个长期的共识 大家一起去FORMO 一起去建设一个项目 把这个项目去给他做到更大的市值 然后吸引到VC进来 然后吸引到可以上 可以上币安大交易所的一个情况 所以目前的整个的一个团情就是这样 虽然秘密币最近很热 但也都是很多都是一波流 就很难遇到在像佩佩 等等的这样子一个巨星级的 能够凝聚大家共识的一个项目出来 因为佩佩他毕竟是有十几年的IP 他以前又有自己的动漫 然后他有非常大的一个美国的一个粉丝 的一个用户的认知的一个基础 所以他举起了这一杆旗帜之后 用户他们自己就会知道 他们会自己来到这个旗帜下 自己去抱团 把这个项目冲到非常高的一个热度 让二级市场 让VC 让可能像OK币安的交易所的二级的用户 来给他们接受他们的后面的接盘 能让社区早期的用户都可以很容易的退出 那这是目前我们 对于今年的整个的一个 市场行情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分析跟判断吧 所以在这种目前的一个行情下 其实大家有很多乐的钱 然后也不愿意甘心于一轮牛市 它只涨幅这么少 所以大家拿着钱 在等着一个新的项目出现 那么于是呢 我们在为了解决这个币圈秘密币的 一个求助困境的问题的情况下 我们提出了一下一个更公平 而且会更健康发展的一个形式 它的我们给它定义 它的赛道是低秘密赛道 就是DeFi加秘密的这样的一个赛道 然后它保证了绝对的公平发射 然后它保证了用户的绝对的共识 和LP的不断的增后 那它这个机制 它是这个达文西的这个项目的机制 是如何去实现的呢 首先它在初始的代币上 它的100万的代币 是全部100%全部打入底词 组成LP流动性 然后空投给500到1000个用户的钱包 那么这时候的LP的底词 它就不再在一个人的手里 而且初始的代币 它是不可以解除LP的 它解除LP之后 它的母币就会销毁 那么也就是说 初始的外面的是没有任何的老鼠餐 没有任何的预留 也就是开盘的时候 它一定用户只要想参与这个项目 它只能买入 所以它开盘是一定会攒很多的倍数的 这时候呢 会引起第一波的formal的一个情绪 很容易会传递到第二波的用户上 那么到了第二波用户进来之后 如何让第二波用户 也跟我们一起达成共识 让第三波未来的用户 继续更安全的进入呢 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要解决这个求助困境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流动池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代币 就是每天会蒸发2%的奖励 奖励的代币出来 去奖励给所有持有LP的用户 那这时候呢 你作为一个新的用户 你就有两个选择 你要么持有 在我们这边购买的代币之后 你持有单币 那么你的想法 就是说我等你的币价上涨之后 我要炸盘套利走的 那么我们看到了 如果我们看到的思想上 我们看到链上的数据 如果这个单币的持有者太多 比如说超过了30% 那么我们就会跟整个社区 进行风险提示 有一个大户 或者一群的大户 它持有太多的单币了 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让所有的用户 不要买路 不要买路 不要拉盘 这时候我们只要前面的老的用户 每天的LP的产出2% 不断地砸到池子里 把你价格砸下来 砸到这个持单币的人 受不了了 它就割漏离产 或者它就也组成LP 那一旦它组成LP之后呢 那我们的LP的 刚才说的占比70% 就会又提高到80% 90%的代币 全又都在LP池子里面 那作为第三波进来的用户 它又会觉得非常的安全 因为外面没有一个 大户持有的代币 可以砸得透这个池子 而且这个LP 是分散在几千个钱包里面 它又会觉得安全 它又会买路 然后会不断地持续 一波一波吸引新的用户 进来跟我们完成共识 因为我们给了它两个操作的权限 你持有单币 或持有LP 两种选择 让你做出一种行为 来告诉你后面的用户 你是打算共识长期 还是你要做一个指手 去短期套利 以此来解决 这个求图困境的问题 以此来去凝聚 更多的用户的共识 成为这个 今年的热门的 Summer当中的一个 能够出圈的一个币种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达文西创立的初衷 以及我们的 解决目前市场痛点的 一个主要的一个机制所在 那大概是这样 哇太棒了 谢谢西班哥的分析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 Y3确实现在有几个问题 高估值低流通量 对 然后还有流动性 有些项目真的是 就像您讲 推出了可能没几天 它的整个流动性就没有了 或者是老鼠舱太严重了 那真的我们现在 就是感觉说 这一轮的牛市 其实走得非常困难 甚至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已经有人开始在怀疑 现在是不是已经 熊市开始了 因为就是整个感觉上 好像能够讲的东西不多了 现在就是没有什么能够 再吸引大家进来的 那其中呢 差不多可能就是公平发射的民币 大概可以再吸引大家来参与 或者甚至连web2的一些明星 对吧 尤其是美国的这些明星 而且还不是头部流量的明星 可能他本来在我们一般 web3其他地区的小班而言 真的是听都没有听过的人 可是看到他在推特好像粉丝还不少 反而可能是在欧美这边稍微有点知名度 然后突然来发个币 把他的整个流量就带了起来了 也是蛮夸张的一个现象 那么就您刚才所提到的一些痛点 比方说像老鼠舱这样子 明币 明币 还有DeFi 要怎么样才能像明文那样公平的发射 尤其是避免大量的老鼠舱出现了 谢谢 因为很多的一些项目班 他们会用公募啊 就是让用户自己打资 打到钱包里面去 但其实所有的人 其他的散户打的钱 肯定没有项目班他自己打的多 所以他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操作 让这些大部分的代币 其实初始的代币 他看起来很公平 但都是虚假的公平 大部分的代币 其实还是在项目班自己手里面 包括初始建了LP之后 第一个他知道合约发出来的人 就是项目班自己 所以他也可以用最低的成本 最低的筹码 买到非常大量的代币 然后以此达到了一个人控盘 很大的一个情况 那这样子的情况 就会对于其他后续要参加的人 我得去猜你的心思 猜你前面大户的心思 就是你到底是不是打算长期玩 因为如果你不打算长期玩 但是前面有这么多的人 可以轻而易举的把这个池子砸穿 那你不先跑 那我就要先跑了 那这样他就很难形成一个 用户的社区的一个共识 所以很多的项目 现在需要一些明星 用这个明星来做一种承诺 或者担保 因为我是起码是一个 有同优优点的人 不会太早容易去跑路 然后来告诉后面的人 其实都是一种解决 求助困境的方法 那我们是现在目前 是怎么希望能够 咪咪币去能够像明文 像符石一样的 完全公平发射 我们把初始代币 初始的代币 全部组成了LP 然后平均空投给 500到1000个用户的钱包里面 那么他其实就是跟明文 是一模一样的 每个人都是 如果你后续想要纸的右币 想要在这里面 获得更多的利润 你作为项目方 你也要去二级市场商购买 你并不会比别人特殊 然后这里面的项目方 它其实残有任何的老鼠餐 对它来说 都没有特别大的价值 比方说我们的达姆西 它刚开始初始发行的市值 我们可能只会组一个 3000U 5000U的 非常小的池子 这时候呢 你作为项目方 你藏了30%的代币和LP的积极升上 或者小钱包里面 但是因为你的市值非常低 这时候用户只要从二级市场买入了3万U 或30万U 你初始的这个LP 因为它是按照LP占比来分配每日的长出的 你的比例也会被稀释到只有1%都不到 这很少很少的程度 你对整个币的未来的发展的影响力 是很小很小的 第二 你是不可能可以去砸穿这个价目的 第三 就是初始的代币 我们是强制锁定 且不能拆除LP的 因为很多的项目方早期的时候 比如说市值很低的 3000U的市值的时候 它可能只要买入2000U 1000U 它一个人手里就持到40%50% 但是等你币价 涨到5倍10倍之后 LP因为变得很小了 这时候LP的流动性只有10% 20% 它只要把这个10%的币砸出来 就能够砸穿整个地板 但是因为我们的初始的币 它都是LP 而且它LP是不能拆除LP的 它一旦拆除LP 它母币就没了 它只能拿走那一小部分的U 所以它初始的币 作为老鼠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它能够做到完全公平的发射 且没有任何的老鼠产 且开盘之后 没有任何砸盘的风险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大概的想法 这个机制还蛮有意义的 对 确实是我们现在 大家就是感觉好多的币一出来 然后就突然爆拉 然后又暴跌了 对 这是很头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想要来聊聊说 牛市里面 我们像刚才有讲到的 Mincoin 明币的涨幅确实是目前可以看到好像是所有赛道里面数一数二的 我不确定有没有数据证明它是最高 说在早期的几个币圈的牛市里面好像最后慢慢走熊的时候才会发展出动物园五花八门热闹的明币的情况 为什么今天好像主要的叙事反而全部都在明币这一边了呢 谢谢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的其实这个首先这个数据它是有据可查的在飞小号里面它有每个月每天的这样子的一个赛道的统计 明币确实是所有赛道里面的每个月平均涨幅最多的 连续这几个月明币赛道都是排行第一并且涨幅都是在1500%以上 就每一个项目的综合涨幅它是最高的 它比所有的其他的赛道涨幅都高 这个是一方面 而且为什么今年就是大家先是明币开始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最近我也都有在玩聪明前 然后最近我也都有在看每天发射的这些明币的这些项目 我每个项目都用机器人去参与了50U 100U 然后它的综合回报率基本上一个星期我涨了六倍多 而且还达到了好几个百倍比 就是当然也有一些是皮球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是开盘每一段时间就打盘跑路的 但是综合下来它居然还是最赚钱的 它比我去投合约甚至其他的风险更低 甚至收益更高 然后其实这里面可以看到 就是首先大家这一轮的牛市并没有结束 就是因为大家的钱和注意力和流量其实都在币群里面 但是大家其实一直是在等新的东西 等串新的东西 等一个新的能够让大家一起拥抱在一起 共同去FOMO去建设 去做社区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出来 因为很多的一些VC币也好 还有包括AI也好 Deping也好 其实普通的用户参与的机会是比较少的 因为像那些基金级级的级别的用户 首先它投的资金量比较大 第二是已经有VC进入了 这时候你要去进 它估值已经很高了 而且它前期并不会给到散户去 赤目的这样的机会 更多的散户的机会 参与的机会 都是要去路空头 但是路空头和交互 现在经常会被返路 会被女巫 而且时间一等 可能又是两年 你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再去等它 因为两年后大概就是熊市 所以很多的人 现在不愿意去参与那些VC的项目 然后基建类别的 大级别的这种项目 所以大家 但是大家钱都还在 钱都还在的时候 这时候呢 其他的赛道又没有特别好的 那这时候大家都会发现 我与其去跟你们玩这些VC币 那我可能要承担更大的亏损的机会 但上涨的幅度不高 那我不如去参加咪咪咪币 因为咪咪币至少它还有一波流 它至少开盘一定会冲高 因为无论是作为项目方也好 还是作为社区也好 还是作为那个机器人也好 都会跑到这个新的这个币里面去 它开盘 基本上一定是会有一波涨壶 那我们都去参加这个咪咪币的涨壶 的吃一波就好了 所以很多的用户 它其实是持币观望的状态 大家难道自己不想说 说我们一起坚定的去抱团 去冲一个项目 把那个项目冲得像之前的 加密判可 BAYC一样这么有名 每个人都用极低的成本 获取了几万倍的这种收益 难道不想吗 大家都想 而且大家的注意力和流量 和钱也都在这里 但是没有东西出来 没有东西出来 足够让他们风猛 足够让他们觉得这个东西 让我眼前一亮 我可以 我可以抛弃 去撸其他的项目的机会 我可以在这里面 我出很少的钱 但我早期用很低的成本 拿到了筹码了之后 我就开始去建设这个社区 开始去推广这个项目 一起抱团 把这个项目冲到非常非常的热门 然后一次实现自己的财户自由 所以今年我们觉得 至少在我自己做交易所这么多年 然后在各种DeFi公司这么多年 我前年后也看过 起码3000个项目 自己参与过的项目 也至少没有800 也有500个项目了 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 这个低的秘密的模式 这个ERC3000的新的合约 达文西这个项目 它是目前我见过的最公平的 最有机会成为一个 完全社区化的去中心的 然后完全符合公平发设 并且后续不会有任何人 有杂盘风险 不会有任何项目放在老鼠上 能够绝对公平 那引起用户 适合适合情绪的这样子一个项目 于是我们决定 今年本身也有很多的一些项目 找我们过去搬满 或者是去兼职 或者是去全职 但是我们都拒绝了 我们觉得我们今年我至少 我看到的最好的机会是在这里 我想把自己的时间跟精力 以及自己所有的资源 全部投入到这里面去 去赌一个接下来的半年的一个大的一个机会吧 太棒了 太棒了 对 确实是就像您讲的 今年大家就感觉好像就有说是所谓的互部接盘年 对不对 对于尤其是VCB在这一段时间都有不同的一些情绪的出现 所以就还是希望说大家可以一起来分析一下关于民币这个赛导是怎么样的来参与 尤其像您刚才讲的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民币他们都是会公平发售 有些可能是看似公平对吧 然后什么样的民币是不能够入手去参与的去购买的呢 能不能请西班哥给我们推荐一下 尤其是您刚才有讲到说每天也都会拿着BOT来参加一些不同的民库 然后基本上收益也都还不错 这个挑选的过程也是很厉害的 因为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来参与一下 但是我常的状态我是亏钱离场啊 对可不可以西班哥教我们到底哪一些是不能够参与的 我们先把它打查一下 谢谢 好的好的 我们其实明明币项目其实最主要的 其实就是看这个项目方的背书 就是如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项目方 或者说非常有流量的 比如说大KL或者明星或者之前有做过成功项目的 那可能这些人他不会去做一些小动作 他可能不会合得太早 那这些项目可能可以参与一些 但是大项目他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开盘高估值了 你其实涨幅也不高的 比如说之前的那个麻吉大哥 他发了一个他家的狗 那你一开始他冲进去的这个资金体量已经四千多万美金了 你说开盘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流动池 你还能涨到多少 四千多万的美金 他相当于一开始的估值就已经一亿美金初始发行了 你还能涨到多少倍 他已经就是没有任何的上涨的预期跟空间了 所以大乐的项目也不太能参加 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的一些项目 他可能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那是我们需要用机器人去检查合约的 那我们如果有错面钱包 他是自动会检查合约的 那检查合约完之后 他只要没有皮修的风险 那我们大部分是可以参与的 如果这个项目的币 他的LP一开始又是所参的 所持止销毁的 那这种币也是可以小额去参与一下的 那我们很多的 一个是大乐的项目 尽可能如果你资金体量 可能还可以资金体量大 然后有这种一手的信息差 那你可能还可以参与一下 否则的话大乐的项目也可以不用参加了 第二个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合约机制有问题的 他有老鼠餐 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 那我们尽可能也不要去参加 这样的一个项目 因为你可能参加这样的项目的时候 他本身就留有后门 然后第三个就是 像很多的项目方 他一开始发射的时候 他对于自己项目方 他就有老鼠餐的机会 比如说他会把代币分配 团队预留多少 然后有公募的时候 公募可能拿40%来公募 这个钱会打得特别的多 现在很多人就用这个来钓鱼 就是自己项目方 打很多的钱进去 然后引以整个社区 其他人来打钱 打完钱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币又在项目方手里 而且他又可以持有更多的币 同时他也有可能到时候 建持日的时候 只拿其中一小部分的钱来建持 比如说最近的VT BNB 然后会出现这种问题 然后你就可能这种公募的 也都在需要去参与 这种公募的分险线也是极大的 然后我们就尽可能 能通过这几个方面去判断 这个BNB到底可不可以参与 所以VT BNB我一分钱都没有参与 很多人都被割了 据说是被割了1万个BNB 然后这种项目 大乐的项目 我肯定是会去参与的 一个是因为它本身是大乐的项目 而是这种公募的项目 公募本身就是商务方船 奥主船最好的地方 而且打进去他没有任何的承诺 就是打进去的这些钱 他到底多少钱会做LP赤字 到底多少钱会去做流动性 那你是不是到时候 你钱打给他的时候 那钱不在我们自己手里 那可都是对方说的算了 比如说马斯大哥 他拿了4千万美金 但是他最后他只拿了 1500万美金来主持 2500万美金 他自己拿去做理财了 放在他自己钱包里 你拿他有办法吗 你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他开5S公募的时候 并没有给你任何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承诺 所以变成是大家 就等于送了他2500万美金 然后这些项目 就很难去参与这个事情吧 那大概是这样 确实是很多时候 太热的项目 并不一定很安全 对哎呀我的天 你刚才提到了两个 真的都是PTN 很多小伴经历过的 就是比较不是那么好的回忆 对再次的感谢 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风险 那么可不可以也来聊一聊说 像我们刚才也有讲到了 就是有一些 有潜力的民营品 那你是又怎么样来分析 来看到除了说 观察聪明钱包之外 我们怎么样来提早的布局 然后找到可能 有机会成为下一个狗狗币 或是佩佩的潜力的币呢 谢谢 其实首先就是看到代币分配吧 还有流动性 持质大不大 然后它的本身 它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叙事 它这个叙事 是否会吸引你 就是如果一个项目的叙事 它能够吸引你 你就基本上是可以认为 这个项目 它基本上就是可以参与 因为你可以再把这个叙事 再告诉下一个人 下一个人只要跟你 有相等的认知 或者他真的会完毕 你也可以吸引到它 它就会进入正向循环 它这个叙事就可以 不断不断的去把新的用户 吸进来 那只要 只要这个项目的本身的 这个LP是安全的 它没有项目方老鼠餐 它没有人可以把这个词掏走 本身合约是安全的 那你只要叙事是对的 它就可以不断的 去扩展它的社区跟用户 比如说佩佩的它的叙事 它本身的叙事 就是因为它那个佩佩的 创始人当时给它 自己的佩佩弄过一场 那个战礼 它本身在欧美地区 又是一个动画片 本身这个用户的体量是很大的 当你自己都喜欢佩佩这个项目 愿意为它去买单的时候 你也可以理解为 佩佩这个项目 它是可以往其他的用户 去扩展新的用户出来的 然后它只要池子足够大 LP足够大 搭户足够多 它的这个池子就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佩佩的项目方 它自己还把到钱包里面的币 拿来偷偷的砸了 这个也是原来项目方自己预留的 因为它自己一开始 都不太看好自己的项目 能够发展到这么高 他们自己把到钱包的 他们开盘的资金价格还这么低 中间他们自己赚完了之后 会虽然它的整个项目本身 应该如果是别的项目 可能早就已经死了 但是它的这个英文本身的 IP的叙事非常强 所以它能够让它 在这一门牛市没有好的 乐点和散掉情况下 很多用户跟社区跟资金 都抱团去充这个项目 但是因为作为我们中国的所有的 包括亚洲区的用户 它其实就会相对来说 没有这些机会 因为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 这个佩佩放在你面前 你都不知道它的含金量是多少 因为你就没看过这个动画片 你也没有在互联网上 经常接触到它配备的一些社区 跟文化和新闻乐点的东西 所以哪怕你中国 或者是亚洲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你们有当地的IP 你拿到Web3的互联网来传播 你不具备全球共识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的圈子 并不是主流文化 你的这些IP 比如说你的日本的 哪怕像阿童木 像Hello Kitty 他们之前都发过NFT了 不一样死了吗 就是它的IP 没有强到成为全球化的IP 的这种程度 没有成为欧美全球化 主流文化社区的这样的程度 所以我们靠IP的这个叙事 要想在亚洲区域筛选出 一个好的命运是非常难的 所以我们只能在机制上 进行一些更好的一些创行 包括公平发射 包括无老鼠产 包括它的一个LP的池子 怎么样更加安全 更加稳定 怎么样让后面的人 不断地形成共识 我们要解决这样子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如果这个叙事能吸引到你 那你也可以简单地推理出来 你把这个叙事告诉你的朋友 他们也会进入 就可以找出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而且这个机制本身 它项目反正不具备老鼠餐 不具备砸盘的能力 不具备解除LP的这种权限 那这个项目就会很安全 原来是这样子学习到了 再次感觉西班哥的分析 怪不得你可以赚钱 对 今天还有这个百倍的收益太赞了 然后希望我们可以 一起来多多地学习 那么就像刚才你有提到 因为其实 民币本身它背后跟文化的理解 也有很大的关系 比方说你提到有一些像是 日本的IP 阿桃木啊 或者是Helokity 发NFT也不一定能够成功 甚至还有法国的IP 我记得这些米其林轮胎人出来 好像很多都是火一阵子 然后就没有了 能够长期持下去 并且有这么多人一起来组成共识 然后想要持续的持有这个项目 不管是代币也好 NFT也好 就让它的价格长期稳定下来的 好像还不多 所以那么问题就来了 请问西班哥 Minko民营币要怎样来建立共识呢 谢谢 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一个是强大的一个IP 和这样子的话 因为本身大家对于这个 不好意思我刚才那个电量提示 然后就是一个是巨大的一个IP 这种形式的话 目前来说就是我们亚洲区 可能只有非常少部分 就有全球化共识的IP 或者是这样子的明星 但是明星其实大部分是 头部的巨星 他其实是很不愿意参与 这样子的项目的发射的 因为对他来说 会有可能会有 名誉上的损失的风险 然后他有可能有法律上的风险 所以他也是不太愿意参与的 那我们所有的现在的项目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通过 就是用户他去组LP 或不组LP的这两种行为 来向后面的用户 去传达你的故事 就是你是怎么 想去参与这个项目的 你想你愿不愿意 为后面的项目的参与的用户 你去滥出一部分你的利益 并且去给他做出一定的承诺 你不会轻易的砸盘 然后你就用一个行为跟动作 在我们这里是有两个行为动作的 一个就是你买完之后 直接持有单笔 或者是你买完之后 自愿的去组成LP 放在自己钱包里面 那你这样子的话 就会告诉后面的人 如果我去组了LP 那你就是不会轻易去砸盘 并且你愿意用共识 去共建这个项目跟社区的 不断的向后面的人 去传递你的价值观 和你的选择 那后面的人就更赶进入 因为你的LP的磁质 非常的厚 厚到已经占了 整个的市场的流通量的 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 没有任何人可以砸得动 这个这个磁质 而且他的LP是分散在 几千个上万个钱包里面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 具有这个能力 可以一夜之间 把这个LP拆掉 那么大家都可以很放心的 去参与这个项目 然后通过一波一波的用户 因为你组成LP之后 你是早期参与者 然后你有记得利益 然后你从事币价上涨 你本身其实你的价值也会上涨 只是涨了没有你持币 只有单币这么多 然后你有利益在这里面之后 你就会去向外面 去传播这个叙事 如果这个叙事 你自己也认可 那么后面的用户 理论上来说 也是跟你相同的认知的人 他也是会认可这个叙事的 那么他加入进来之后 继续去组成LP的形式 就不再是以单币 和朝短线的形式 来参与一个项目 这样子我们的共识 就会随着我们的流动性 越来越厚 然后资金体量越来越大之后 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安全 比如说我们刚开始 出市的时候 是3000美金的流动性 但是后面它涨到了 300万美金 3000万美金的流动性的时候 这时候超级大户和威西 和大的交易所 就不得不去散我们的这个币 和不得不参与你这个项目 因为他们会觉得 你这个项目真的建立了 非常非常多的用户的共识 而且用户愿意为了 你这个项目 主动去建LP 而且LP分散在几万个 钱包地址里面 他会觉得这个项目 是非常具有共识度的 然后我们以此 可以达到大家都长期的 共识的情况下 能够从威西的手上 能够从大牛市的手上 抢来非常多的资金 关注度流量 然后帮我们的这个币 做到非常高的一个倍数 大家都可以从中 获取很大的一个利益 原来是这样子 再次的感谢 对因为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每一轮的牛市 也都会出来很多的民币 但是能够继续长期维持到 下一轮牛市的民币 好像也还是没有那么多 对确实要获得 社区的长期的共识 持续的凝聚力量 然后把一个项目 穿越牛熊 然后带到下一波 牛市还是很不容易 再次感谢西班哥分享 那么相比于明文符文 还有这一轮牛市活起来 抵聘赛道来说 民币它有什么样的优点 或是优势跟劣势呢 谢谢 明文和福石 它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公民发色 让所有的一些社区的用户 它能以很低价的成本 拿到一样的筹码 而且这个筹码不是由项目房进行分配的 不是项目房有老鼠餐的 项目房它一样要出成本去命可的 这个过程中 就会凝聚到更多的社区的用户 它一起进来去持有代币 持有了之后 大家既然利益在这里 就是大家屁股坐在哪里 就会替谁说话 那大家利益在那里 大家就会去开始为这个项目去衡单 所以它的明文 它就是从公平性上 达到了一定的 以前的各种DeFi的项目也好 甚至NFT项目也好 更加的公平 因为NFT项目 至少它的白名单也是由项目房去分配的 而明文它会更加的公平一些 那然后我们的整个的目前的低秘密的这个模式的话 我们在原来的这个明文的基础之上 公平性的基础之上 我们还增加了一点是流动性 因为所有的那个明文也好 扶持也好 它其实即使社区很有共识 但是它缺乏流动性 所以它的金额涨到一定程度了之后 后续的用户它不敢进入 因为进入了之后 它不确定我是可以卖得出去的 因为你可能一开始大家是有情绪在 大家可以不计较这个后面不考虑后面的事情 但是当你经历过10个100个项目 你都发现你都卖不出去了 你再叫你去玩 平时很明文的新项目 你其实就不敢去玩了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东西 它就是缺乏流动性的 没有人去为这个东西先打入一笔钱 去保证它能够卖得出去 你想卖的时候 你完全是卖不动的 除非那种能上到大交易所的 那两三个明文更符实 但是那两三个它的价格 其实在你初始能拿得到的时候 你就拿得到了 你去二级市场再去接 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为它的价格一到 上到币安 上到OK这种交易所的时候 它叫做利好已经出尽 它已经不会再有更大的利好出来了 它的上涨的服务 也是很有限的 这时候去参与那个项目 你还不如直接去参与比特币 因为这种主流币 起码它还更稳定 然后这就是目前的一个 福时跟明文相比起来的 它的优势跟劣势 但是相比于这两者的话 我觉得第一的第一秘密 它兼具的公平发射的这种公平性 然后能量社区的用户 很早期用非常低的成本 去获取相应的这种筹码 第二个是它具备了一定的流动性 因为一开始它就是 组好了LP的持质的 且后续的用户想要加入 它都必须去组持质 让这个LP的流动性 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 它因为有了非常好的流动性之后 无论它的持质涨到多少 后续的用户 它都敢更放心的进入 以此来去形成自己的社区的 巨大的一个共识 这就可以解决 现在的咪咪币的问题 和明文跟福时 这样的一个最大的 一个痛点的一个问题 原来是这样子 也是很感谢西班哥 根据自己自身 本来就是对W3的各个赛道 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跟了解 还有本身也是明英币的玩家 然后跟我们分析了 这样子的一些 相较于其他不同的赛道商来讲 明英币的优劣 那么再来比较一下 跟更广泛的比方说 像是DeFi啊 链油 那明英币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劣事呢 谢谢 DeFi也好 BinFi也好 你就会发现 所有的这个项目当中 是谁提供了USDT这些有效的货币 但我们叫价值币 去给整个项目做流动性支撑 其实都是玩家 都是玩家 你拿真金白银的USDT 这些真的有价值的主流币 去换取了项目方给你的NFT也好 给你的代币也好 你去换取了他的这个东西 然后项目方拿你的主流币来支撑 其他用户要提币的时候 产出的卖的抛压 以此来做这个东西 但是他在每一轮的蒸发过程中 就是这些项目 他都有一个本质的东西 就是他都是在蒸发的 他不管DeFi也好 BinFi也好 他都是靠一个东西 就是蒸发来奖励他的APY 还有高的一个年化利率 来奖励和刺激用户 去做一个很盘式的质押 你去大量的购买他的代币 和购买他的NFT 或者某个流动性资产组成NFT 但是他在蒸发的过程中 他不是100%的 把这些蒸发的部分 全部分配给真的提供 流动性和主流资产的这些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假设我们10个人 一起去玩一个项目 我们每个人 一开始都是持有10% 那这时候这个项目 无论他怎么蒸发 就算他蒸发10倍 100倍 1000倍 1万倍 那其实只要整比例 空头给我们 这10个人 出了早期流动性的人 其实我们每个人 是不会亏损的 就我们每个人是没有被稀释 然后有主流的价值币 还是等比例在我们手里的 但是DeFi跟InFi 你就会发现 我们提供了主流币之后 他每一天的蒸发 像DeFi里面 他就会有20%是给团队的 你看他的代币数就知道 他告诉你的代币 20%是给团队的 但是他可能分成两年 每天分批解锁 你不要看 你不要以为 这个币是不用成本拿出来的 这个就是每天通胀的过程中 其实是有20% 就是给他们 他们就可以 没有任何成本的杂盘 20%就是给威西的 什么叫做给威西的 给威西其实就是给项目范 因为威西的钱 谁收了 项目范收了 然后他提前收了钱的之后 收了这个主流币的时候 那个威西杂盘的成本 等于也是要有提供流动性的 提供就是所谓的提供 真实的价值币的这些人来承担 每日的泡亚来接盘 然后又有30%给到谁呢 给到这个应用的采用者 然后项目范是用这个币来奖励他们 然后赚取参与 参与他的应用的人的手续费 我赚你的手续费 同时我给你补偿一些我的代币 对吧 那这个代币是 钱谁出的呢 成本谁出的呢 又是那些倒霉的价值提供者 早期的参与用户的这些LP的提供者 或者你出钱去买他NLC 都是这些人倒霉 就这些人他每天的通战 他只拿回了自己通战的 这一部分的30% 70%给到了其他的人 最后的钱回到了谁哪里 回到项目房手里 全部都在项目房手里 包括他给那些 采用应用者的这些人的手续费 其实也是到了项目房手里 威西的钱其实也在项目房手里 每天给到团队的币 也是项目房手里 这三拨人占了所有每天蒸发的70% 而且他们每天都在砸 因为他们毫无成本 砸的时候受伤最重的就是 早期傻傻的提供流动性和主流币的 这些所有的用户 他们都是最受伤的 那大概就是 这就是DeFi跟金Fi的最大的问题吧 所以你不要看他白皮书 这样的分配你感觉很合理 20%到了到基金的钱包 所谓到基金钱包也是项目房手里 给到威西也是给到项目房手里 给到应用采用者 他的手续费换取的币 那手续费到谁手里 也是到项目房手里 最后你会发现你来提供流动性 最后呢 增化的都是你的钱 这个就是目前 我觉得DeFi跟金Fi 他根本就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他一直在成为项目房 套利的机器 赚钱的工具 而所有早期真的相信他的用户 用主流币去换取 他们的币的这些人 都会成为整个的 这个盘式当中的最大的受害者 这大概是我觉得 目前现在的 没有人再会想去玩 金Fi跟金Fi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吧 哎呀确实是哦 我们就是在这一轮的 纽市 像是DeFi跟金Fi 并没有像上一轮 纽市有这么大的热度 然后也一直在等说 有没有什么 出圈的项目出来 可惜 目前好像还是 比较少 就是说 真的是能够带领 好多web2的玩家 一起进来 哎我倒觉得 痛生态可以来看一下 然后也是期待说 接下来可能 痛生态的民币 是不是也会又来火一波 那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台湾西是发射在 哪一个链上面 然后关于就是 这整个项目的一些细节能不能请西班戈 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还要总共 其实我们是有送20份的空投嘛 包括我们10份 推特收缴 然后还有10份 所以我们今天在币安直播这边有来观看来参与 然后有留言的小伙伴当中来抽的 不晓得西班戈可可跟我们仔细的介绍一下 关于我们用户如果得到的空投是什么样的 然后还有项目的一些代表经验模型 相关的一些情况 跟我们介绍一下 谢谢 好的好的 首先达文西他是发射在贝斯链上 因为现在目前的以太链不太适合发 然后收了链的话 他不能去写合约 不能有这种每日LP的产出 并且按照比例分配的这样的合约的机制 然后BS系链的话 目前应该是主流的国内的项目 可能更多的一些项目方在玩 但是并没有特别出圈的一个热点 然后贝斯链的话 应该说今年的 还没有跑出一些大的一些精油的一个 咪咪币的一个项目 所以本身贝斯链它有很多的热钱 然后如果能在贝斯链连续很多天的涨幅都排名靠前 它能吸引到很多海内外的用户来了解这个项目 然后我们的项目本身 它是具有很好的基因的 因为初始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外面 有任何的代币的 然后它的经济模型 首先是这样子 它初始的发行是100万枚 然后每日产出2万枚 三个月之后减产变成1万枚 再三个月减产变成5000枚 之后一直恒定 恒定产出总共的币量是2100万枚 而且产出之后 它的产出是给谁 它产出部分是100% 分配给LP提供者 就是谁提供了LP 谁组了LP 而且你组了LP之后 不需要去任何地方质押 不需要给任何人授权 以防自己钱包被盗 你只要放在LP 放在自己钱包里 你就可以每日拿到你自己的代币的奖励 那总共这些奖励 就是按照你的LP提供的量占比来进行分配 那初始发行的时候 我们是目前是有500份是进行空投 另外我们会再找一些社区展 然后一些KOL等等的一些 我们可能会另外安排500份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确定下来合作的数量多少 大概总数是500份到1000份 然后我们直接空投到用户的钱包里面 那用户拿了LP之后 他每天首先可以产币 每天产币可以卖出 如果你不想产币的时候 你可以解除LP 但是你解除LP之后 我们的母币 达文西的母币会没掉 优还在 也就是确保了初始的这100%的币 它是不能砸盘的 所以开盘的时候是0流 是100%流通 但却是零流通 零砸盘的风险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初始的价格 为什么会涨的 主要的原因 然后同时我们用了每天的 蒸发的产出部分 全部去奖励LP提供者 同时用这种通战 通战来处罚单币的持有者 然后来解决这个职守的问题 来形成我们用户的长期的共识 然后更多的用户去组LP之后 可以让更后面的用户 他觉得这个项目很有共识度 LP很健康 于是我敢去解决这个 求助困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目前的话 大概发射的时间是在6月30号 然后我们现在目前还是在 初始的这些社区的用户的招募的过程中 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的推特的各种交互 然后我们Space的活动当中去寻找一些 我们觉得他真的看懂我们项目的这些玩家进来 因为你只要懂了之后 并且你真的觉得这个事情 你是觉得像刚才说的 这个叙事能够感动得到你的 然后你才会真的去玩那个项目 并且你从这里面赚到了第一波的人赚到了钱之后 他也才会主动的去把这个叙事分享给自己的朋友 分享给自己的社区 那才会有第二波的用户进来 就是我们需要这些种子用户 替我们去传播这个事情 那因为我们中国中文区的所有的 其实KOL也好 用户也好 他其实并没有像海外这么尊重 或者说这么对创新的东西感兴趣 像Audi刚发行的时候 他其实也就发了一两条罪证 但是关注量瞬间其实就已经 让整个的社区和整个的全球 都已经开始转播这一个创新的东西 但是我们出了这些创新的日之后 其实我们甚至去找KOL 我们还得甚至我们还得付费 甚至我们还得要去求人家 人家才能帮我们去抽一条 我们还要免费给他空头多少份 甚至他都不太愿意去发 所以我们国内去做创新的东西的模式 实在是太难了 他并不像在海外一样 用这么高的对于这种创新者的 这种奖励和大家对他们的尊敬 然后让这些创新的人 能够用更低的成本 更快速的时间 去完成自己的种子社区的一个积累 所以我们的时间的话 可能会在6月30号 到时候我们的社区用户 大概有个500人的规模的时候 我们才会发射 如果要是6月30号 我们的种子社区的用户 还没有达到500人 可能我们会延期 然后延期了之后 到时候空头给用户之后 他们就不需要进行任何的操作 也不需要去提供任何的优务 也不需要去任何地方授权 反正NLP就是直接达到你先报的 你是可以直接从你的UNISweb上 是直接可以看到的 大概整个项目直接都是这样的 明白明白 这真的是要把一个项目 从零开始建设起来很不容易 就像您刚才有讲到的 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就 哎呀那我不帮你发 我不帮你合作 这之类的 或是有其他的要求 所以一个项目要把知名度打出来 首先就有面临各种不同的挑战 那么接下来 刚才西班哥有提到 这边有小伙伴 刚才西班哥有提到说 就是要等到社区建设到一定的程度 再来把这个币发出来 但是现在市场情况 您觉得怎么看呢 就是接下来会不会有点难度 因为感觉上好像一直有人在喊说 是不是熊市说不定都已经悄悄的来临了 您个人怎么看 就接下来整个航天走势 会不会影响到项目的推进 谢谢 其实每天只要我们去看 各大的那种AVE 还有那种各大的地价的走势 你可以看到每天的 出来的新的秘密币有多少个 然后每个币 它有多少的用户参与 你其实就知道 整个市场的情绪大概是怎么样的 就是目前我们看了 就是每天至少在Bass店上 都有300个新的一个项目 而且每个项目都有人冲 每个项目都是 几百到1000个这种用户 用户地址冲入 其实所有的用户 它其实都在等 等一些新的项目 北股没有进入熊市 它币圈一定不会进入熊市 但大家不会进入熊市 所有的人就像你我 我们就简单一个例子 可能我们身上 比如说先上的钱 先上的钱 可能不非你就是上到百万 百万级别的 这种你可能只需要 去持有一些大的主流币 可能年化百分之四五十的战户 可能对你来说就够了 但是很多在百万级以下的这些用户 它其实是更具有创新精神的 而且都是年轻人 他们对新的事物的监量 其实会更高 但是他们是不会甘心于 这个牛市它只赚一个 就剩下的时间节点 他不甘心于 后面只赚到百分之几十的 这样子一个收益 就是老老实实的去持主流币 所以他们其实的钱 都还在等着去找一些新的项目 新的赛道新的乐点 去共同去拥抱它 能够赚到百倍千倍的 这样一个涨幅的情况 所以我们觉得 就是大家社区的情况 就是目前推广起来 因为是新的概念 新的赛道 确实让用户去理解 去看白皮书特别的难 就是我们白皮书 已经发出去很久了 其实真的有去认真去看的人 其实可能不到几十个 但是目前大部分的人 看完的人 其实对我们的印象 都是非常好的 包括我们Space过后 有基本上有在信产听的人 都是一半一半 就一半的人 对这个项目 是觉得挺看好的 另外一半的人 可能他是没有理解 可能是他出于担心 担心你这个小项目 因为没有特别大的背书 没有特别大的社区基础 他可能担心 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做不起来的风险 或者项目办法的风险 所以他们也没有表态 那我们的目前的 遇到情况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能在发射之前 想要去凝聚到我们 自己500个总值用户的话 目前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就是可能还是需要 更多的努力去 今天推广跟步道版 然后去宣传我们自己的项目 加油 对太不容易了 然后再次感谢西曼哥 今天抽空来跟我们社区 分享这么多的一些细节 那我们今天 提问也应该差不多 因为其实之前 有小伙伴 基本上就是问的一些问题 刚才我们在 这一个多小时的缓解 也已经聊过了 然后也不想要 耽误西曼哥太多时间 再次感谢 然后